新加坡富婆的遗产纷争 近日,整个新加坡都在为一个杭州男导游而议论纷纷 原来,这个叫做杨银的男人,既无攀安之色,又无吕布之力 却能把一个新加坡富婆迷得团团转 富婆甚至立下遗嘱,把价值两亿人民币的财产赠予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异国男子 可惜,就在杨银离马上有钱的梦想只是一步之遥的时候 却被老人的亲外甥女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恶意伪造遗嘱 新加坡高级法院受理此案后 随着警方证据的逐步公开 人们了解到,杨银为了控制富婆 不惜使用精神类药物,甚至不许她外出,不许外人来访 富婆曾以为能用金钱来帮助这个杭州的穷小子 谁知,金钱却让她和她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从结婚到现在,杨银一直在为钱而辛苦奔波 七零后的她,出生在杭州一户普通人家 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导游 2000年的时候,她与同事张丽娟相爱结婚 一年后,张丽娟怀孕了 因为妊娠反应大,她辞职回家做起了全职主妇 为了维持生计,杨银整日加班加点连轴转 可即使如此,她依然买不起房 两人只能租在一间筒子楼里 2005年的9月,杨银为一群新加坡游客做导游 她看到,有位70岁的吴女士是一个人外出 便格外地照顾她 杨银的热情让吴女士很是感动 临走前给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叮嘱她去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联系自己 转眼一年过去了,杨银带团去了新加坡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杨银拨通了吴女士的电话 吴女士家气派的,简直让杨银目瞪口呆 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能有一套三室的公寓 已经是绝对的妇人 没想到吴女士的豪宅竟然有上下三层 甚至还有前庭后院,草皮泳池 杨银被震撼了 可更让她震撼的是,豪宅的主人不是吴女士 而是吴女士的朋友 今年七十九岁的钟庆春老太太的 因为钟庆春的丈夫病重,只能以轮椅待步 所以,钟庆春已经许久未曾外出远游 为了博取好感,在晚餐的时候,杨银使出浑身解数,谈论自己走南闯北的各种见闻 看着钟庆春眼中的向往 杨银说道 以后我每去一个地方就给您寄明信片,让您在家里也能看遍世界的美景 钟庆春高兴地说 小伙子,你可别骗老人家哟 杨银拍拍胸脯 您就放心吧,我从不骗人的 回国后的杨银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每到一处就给钟庆春寄明信片 还写上祝福的话语 寂寞的钟庆春也经常给杨银回信 一来二去,杨银知道了钟庆春的个人情况 原来,他和先生一直膝下无子 而钟庆春的先生很早就中风了 2004年,钟庆春的丈夫病情日益严重 吴女士仗义地搬来了他家和钟庆春一起 协助照顾他的丈夫 2008年奥运会后不久 钟庆春决定来北京旅游 指定杨银为自己的私人导游 杨银立刻马步停蹄地赶往了北京 在北京机场 杨银一接到钟庆春 就大方地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 逗得钟庆春眉开眼笑 随后几天的旅程里 杨银牵着钟庆春的手 游览了北京的大小景区 还背着他爬上了长城 还背着他爬上了长城 惹得游人们纷纷大赞杨银有孝心 几天相处下来 钟庆春对杨银这个小伙感觉很不错 因此临行前 他给了杨银一个大大的红包作为奖励 杨银看着手里的那笔丰厚的奖金 百感交集 没想到带着富婆游刺北京 就抵得上自己小半年的辛苦钱了 如果更加深入地和富婆接触 会不会有更多发财的门路呢 钟庆春回国后 杨银与他联系得更加频繁 不知写信 还经常打岳阳电话 甚至还会快递一些小礼物给他 无儿无女的钟庆春 特别需要感情上的慰藉 而深知人心的杨银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对钟庆春大打亲情牌 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钟庆春甚至任杨银做了干孙子 长期的投入 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的时机 2009年新年刚过 杨银所在的公司业务便大幅下滑 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 老婆没有工作 两个孩子嗷嗷待哺 杨银急需一个跳板 让一家人脱离低谷 因此他一逮着机会 就向钟庆春抱怨生活的艰难 善良的钟庆春便热情地邀约 爷爷 你来奶奶这里看看吧 你这么聪明 也许有更好的机会呢 一个月后 杨银果真来到了新加坡 钟庆春热情地把杨银安排 住在了自己的别墅里 因为有了杨银 钟庆春不需要吴女士的照顾 所以吴女士被要求搬出豪宅 对此 吴女士颇为不满 事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吴女士表示 做过多年导游的杨银 特别善于捕捉人的心思 把控老年人的情绪 她曾经跟钟庆春暗示过这点 但钟庆春却不畏所动 此外 钟庆春的庸人 苏女士和司机鲁先生 也发现钟庆春变了 她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杨银的身上 不仅饭菜准备她喜欢吃的 还为她添置了不少名牌服饰 虽然生活富足了 但杨银意识到 自己手上没有现金 依然没有办法 帮助国内嗷嗷逮捕的家人 而想变成有钱人 就要让钟庆春听话才行 她发现 钟庆春很喜欢跳交易舞 每天都会去舞蹈会所练习 而杨银也确实有些舞蹈天赋 金家练习后 果真舞即娴熟 大家都对钟庆春的这个舞伴赞赏有加 钟庆春觉得 杨银为自己天光不少 一天练完舞后 杨银对钟庆春说 您知道吗 国内的老太太跳的都是广场舞 还是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好 都是些像您一样高素质的夫人 喜欢跳交易舞 如果我能在这里办个舞蹈工作室的话 不仅可以维持生活 还能天天跟您一起跳舞 钟庆春一口答应下来 你就在家里开吧 我就不用天天出去练舞了 杨银高兴的在钟庆春脸上亲了一口 没几天 钟庆春就为杨银注册了舞蹈工作室 地址就是自己的别墅 两人同为舞蹈工作室的董事 可是不久之后 杨银的签证要到期了 他流着泪 不舍地说 奶奶 我走后 你要记得睡前放杯水在床头 每天要苏姐提醒你吃药 跳舞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总之 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杨银的话 让钟庆春一阵的心酸 他动情地对杨银说 爷爷 奶奶会想办法把你留下来的 不让你离开奶奶 随后 钟庆春亲笔写了封 充满赞美之词的推荐书到移民局 还用了巨额的担保 杨银终于拥有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